1998年日本七天旅游 这次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跟旅行团出发 这里是香港启德机场 同年7月机场迁往赤立国 当年去日本需要申请旅游签证 日本在2004年 给予香港免签证入境旅游待遇 降落地点在关西机场 领队还发环设施使用费回数献作纪念 下机后第一个景点是参观大阪城公园 还见到大阪美食之一张鱼烧 大阪市立博物馆 在2001年废馆 大阪城天首角 但是旅行社没安排我们进去参观 唯有在外面影响楼面 下一个行程是去心齋桥 这里是熔桥 当年杜顿忽村两边的步行道还未建成 另外熔桥于2007年重建 领队安排我们在心齋桥附近救物 看到我们很喜欢的不宜家牛奶糖商店 所以影响作纪念 跟着安排了去心齋桥附近吃晚饭 相片中见到的耳丁木剧场 倚于1999年闭款 原本想稳固力果人招牌影响 可惜见到他为收钟 今次无缘见到 最后领队安排入住大阪市内酒店 我们乘坐旅游巴士 由大阪去到京都 参观清水寺 这个是清水寺大门 人王门 在2003年复修 加上艳丽的骨红色 阴雨瀑布 饮用每道泉水分别祈求 学业 恋爱 长寿 但是只可以选择饮其中一道 多饮愿望不会成真 出世大黑天 是日本七福神中的财神 大小石像和铁鞋 相传变兴母和尚曾经用过 大石像一般人没办法轻易举起 变兴母和尚的竹形石 清水舞台 远处还见到京都塔 清水寺内有个地主神社 主要是祈求恋爱运 恋爱占卜石 神社内有两砖大石头 据说只要合上双眼 从一边的石头顺利走到另一边的石头 恋爱愿望就会成真 清水寺内有一些茶屋 给大家行得累 可以坐下喝茶 休息一下 参观完清水寺 跟着去了附近的清水板 两边都是各种店铺 非常热闹 在清水板和五条通交界拍照 留作纪念 相片中的商店主力推介 京都艺技人营销 见到有一只好可爱的小狗 跟它合照作纪念 下一个景点是平安神宫 都是位于京都市 相片远处见到大了居 高24.4米 平安神宫的入口 英天门 穿过入口英天门 就会见到正中央的太极电 前面还见到广阔的碎石地 在上面走过会发出独特的声响 平安神宫的盗篮图 看到很多奉纳用的清酒 离开了平安神宫后 我们乘搭旅游巴士前往今晚要入住的酒店 酒店位于山中湖 由于今次车程比较长 司机会在适当时候停靠道路休息站 可以下车休息和购买物品 我们昨晚入住了山中湖新星酒店 今早起床 见到窗前的富士山 今次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富士山 非常难忘 第一站行程是去 富士天神山滑雪场 我们不会滑雪 所以只是周围滑下 感受一下在雪地上步行 这个滑雪场有个卖点 就是可以近距离欣赏富士山 在2000年 富士天神山滑雪场 改名为 富士天滑雪道甲村 大部分团友都没有打算滑雪 突然间 我们发现有样当时十分流行的玩意 就是滑雪场竟然有报纸拍摄相机 可以影贴纸相 这个玩意当时红极一时 下一站是雨电墙平和公园 在这里还和导游先生和领队小姐合照 背后的建筑物有个平和之中 和这里是可以欣赏富士山 石碑上边写着 南无妙法 莲花经 金刚历史门 这里放置了巨大的木屈和草鞋 跟着我们来到 湘根大葱谷石碑上写着神内村五十个景点之一 大葱谷是三千多年前火山噴发而形成的火山口遗跡 这里噴发着含有硫磺气味的烟雾 大葱谷特产 黑肉籽 即是黑色鸡蛋 鸡蛋放入温泉池中 温泉中的流化氢化学作用 令到蛋壳变成黑色 据说吃一只黑肉籽就能延寿七年 接着下来我们去东京进发 导游安排我们去伸宿疯狂救物 相片中是伸宿最热闹的街道 右边是伊世丹百货 左边就是01City百货 见到我们拿着经典的高岛玫瑰图案救物字袋 远处见到无印良品的招牌 白底黑字 现在改成红底白字 还有见到地下跌标志 可以去伸宿三丁木站 跟着导游带我们到 歌舞忌丁去拍照留念 歌舞忌丁拱门 在2013年改建 换上LED灯淡 和顶部加装太阳能系统 四日目 昨晚我们入住东京市内酒店 导游入住前已经跟我们说 东京一般的酒店面积会比较细小 今天主要的景点是 东京迪士尼乐园 乐园入场门票 一般游客都会购买封套 方便放入和拿出门票 同一宗迪士尼好有合照 他通城 在1996年开幕当年是最新的景区之一 卡通城入口拱门 已经在2017年拆除 米奇公馆会米奇 这里是米奇的屋企 与米奇拍照留念 涉于世界市集 相片中背后的建筑物 是灰姑娘城堡 去观赏音乐剧 Fill the Magic 感受魔法 这个音乐剧 是1995年至1999年演出 最后导游安排各位团友 较早离开乐园去吃晚饭 因此无缘在当日看烟花会演 今次导游带我们去参观浅草寺 相片中宝藏门中间 悬挂小舟丁字养灯笼 穿过宝藏门 就会到达浅草寺本堂 五重塔高度约53米 重见细商店街 是日本最古老的商店街之一 浅草寺附近有很多甲子 他们不怕人 不会走开 昨天在迪士尼买的雨傘 今天继续可以大派用场 吃完午餐 导游带我们去珍珠商店参观救物 昨晚入住的酒店 导游说是今次行情最好的一间 当日第一个景点是去涉谷区NHK放送中心参观 这里介绍电视台拍摄的背后工作 他们是儿童节目角色叫做Dora Miffa Donuts 播放时间为1992年至2000年 儿童节目芝麻街 Sesame Street NHK首播放时间为1971年 在NHK买的纪念品 然后我们离开东京去到山尼远的富士急乐园 导游说那区昨晚落了好大雪 所以现在满地都是積雪 闪亮之星摩天轮 坐这个摩天轮可以欣赏富士山美景 可惜今天天气很差 看不到富士山 在1996年啟用当时是全世界最高最快的过山车 我们自费去玩了鬼屋 这里有很多鬼太郎的布置装饰 我们乘坐旅游车 去到新干线宾崩虫站 导游带我们去体验乘坐新干线列车 当时新干线列车 我们俗称叫子弹火车 我们乘坐一个站 车程约15分钟 我们来到丰桥站西出口 我们原地等待旅游巴士 因为宾崩虫站去峰桥站巴士车程约1小时 昨天入住峰桥假日酒店 现在改为遥索尔酒店 搭旅游巴士由丰田市去大阪 车程预计超过三个小时 大阪学建市路比小镇Snoopy Town 后来改为三井旧物园大阪学建 商场部分共有三层 即是三楼至五楼 市路比小镇就在三楼 市路比小镇在1995年开业 但是在2006年结业 而后来的三井旧物园 在2023年3月中闭馆 又来到关西机场 我们准备乘坐航机回香港 今次的日本七天旅游完成 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好 感谢观看